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从我住那里呢 到这个体育健康中心啊 1.2公里 也是数率比较大的一个体育中心 这前面就是这个体育中心 它里面有健身房 最大的看点呢 就是它有个奥林匹克比赛游泳馆 这是门口的一些小花已经开开了 看看这小花开得多漂亮啊 这个体育馆呢 有很大的停车场 我看那停车场的柱子上没写的不能过夜 如果说有开房车旅游的这个地方 是不错的过夜的地方 这个尺寸有一点像房车的这个尺寸 正常小车的位置很小 估计这里是让停房车的 这一个体育馆的位置呢 是在24 Avenue 跟168 Street上 现在正在建的是一所新的高中 相当不错相当漂亮的 而且这个位置也很好 很安静 大家看看这个建筑物的形状像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还专门为这个电动车设计一个充电桩 但看起来要付费的 这就是体育健康中心的正门 大家看看这又是什么造型呢 这个标志不知什么含义 有三个工业馆 两个红的 一个蓝的 底下连接的是两个蓝的 一个红的 中间是梅花路 上面管子有稻子的梅花路 下面也有三个梅花路 它们路角呢是两两相连 这个草没有多长 人有来捡草的了 看看里边建筑物里边能不能让进去录一下像 不让我们进去一个录像 只能在外面看看 这侧面楼上呢是健身房 底下从外面可以看到游泳馆 就是按照这个奥林匹克游泳比赛这个尺寸见的 这个雕塑呢有两个工业馆 一个蓝的一个红的 还有个发霉好像 银色的柱子留下来像水 旁边是个路 OK啊 咱们要回家了吧 好了 今天就录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